初期觀光政策推展開幕 小英自豪來台旅客人數再創新高 成績大家有目共睹 今年來台的旅客人士 已經符合1111萬再創新高 不是貫水缺流 府院黨高喊1111萬人次 不是在畫大餅 深知觀光立國 小英選在高雄起航 從推大南方大發展 PK藍鷹五大觀光政策 還要再抗衡韓國瑜 10月就喊出的未來 要成立觀光部 藍綠賣力提新願景 但蔡政府似乎忘了 陸客奏檢是促進經濟發展的最大阻礙 去年9月還有16.6萬陸客入境 今年同期卻只剩6萬5813人 足足燒了10萬人 10月陸客來台則約11.4萬人 較去年同期衰退52.5% 觀光產值總計虧近180到200億 我們確實把我們觀光客 來源的結構改變了 從44%的大陸客 降到現在的24% 兩岸僵化數字會說話 交通部統計顯示 2015年約415萬人創新高 但繼2016年政黨輪替後 來台觀光人數逐年減少 陸客不來影響生計 老百姓最有感 根據最新的民調數字顯示 只有一成三的民眾 認為生活變更好了 29%的民眾認為生活比以前差 和蔡政府執政前差不多 則高達近5成 而蔡政府執政台灣發展整體的提升 認為比以前差的也有三成民眾 也花了三年打了基礎 那今年我們也看到這個績效一直在出現 選戰逼近蔡函政策陸續推動 就關光成黨務之極 但兩岸問題無解 破千萬的來台人次 終究只是數字 對人民的生活注意似乎不大 記者黃明鈞 沃文宣 SNG小組 台北報導